《威以吉境婚》第29 西夫提 若有人也 如来若来若去 若皱若偶 世人不觉我所收益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威以吉境 就是我们本身 人格的提高 已经到达佛如来那一种状态 所以就已经呈现了 那个如来那个领域 所以假如说有人说 这样有人说 那个就起心动念 已经心不清静 如来若来若去若皱若偶 这个如来有所变化 那世人不觉我所收益 那这个人他不了解 我所收的益理 为什么呢 如来如如不动 他完全都没有动作 也无所作为 也无所作为 那行之咒 我们了解说 我们身体 这个四大甲合 他所表现出来的 那个行语 所以身体的那个行语 不能就把它当成 就是如来 可以顾 如来者 为什么呢 这个如来 它的内容 它的内涵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顾名如来 所以各位前贤 我们是不是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对不对 我们身从哪里来 我们死要到哪里去 是不是都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所以我们就是底下那个 顾名如来 承不承认 承不承认自己就是如来 所以要了解到 无所从来 我们身从哪里来 亦无所从来 我们死要到哪里 亦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顾名如来 我们就是这个状态 对不对 所以威夷极境 已经呈现了 整个威夷极境的状态